健身的下數不存在健身上得到什麼問題 只要在健身的目的角度 我們可以去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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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專業發電機的時段 以下是有一則特別的新聞報導 今天中午時份 有一名蒙面的健身狂業分子 就以身事發 非法闖入了中環的健身室 Folium 目的就是為了失落已久 在社會各方以而傳而 熱烈討論 心樽是否危害生命這個問題 去尋找答案 最終他成功找到專家 來過了他兩招 教授了他正確的心樽做法之餘 還學會了怎樣 令他自己處於不傷之地 我們一齊來看看他的成功例子 心樽這個動作 對全身的肌肉本身已經很有益處 但是看起來好像危險性也很高 難度也很高 其實他真正的整個技巧是怎樣的呢 我們當然是找回專家 我們的Tiler來教教我們 咦? 喂? 阿先生你在哪位? 我們好像找Tiler Tiler? 你是Tiler? 啊! 真是認真搞笑 認真過癮 對啦 哈哈 我們今天呢 就是想請教一下 我們要做這個心樽的時候 有什麼注意 還有始終都是一個高難度的動作 怎樣可以減低一些傷害 或者是險性 沒問題 今天呢我們會慢慢去解答 逐一分解 由啊...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沒有人認識你啊 現在沒有人認識你啊 人起床你起床 Burger 對啦 由教Burger開始做 那我們就慢慢看看有什麼問題 可能會引致傷患的地方 那首先呢 那你知不知道你是Mouse開這個 High Bar Squat 還是Low Bar Squat High Bar Squat High Bar Squat High Bar Squat很簡單 就是把巴放在你的上斜方肌這個位置 對啦 就上斜方肌中間的位置 就拿著這支巴的 那我們嘗試呢 就嘗試拿進一點點 大概是肩膀闊度的 對啦 OK 接著呢 就慢慢把你的頭塞進去了 對啦 記得要挺胸 對啦 夾背 然後呢就用你的上斜方肌頂住這支巴 然後呢就兩隻腳 同時耕發力 對啦 硬起這支巴 對啦 然後向後踏三步 1 2 OK 那你其實這隻手呢 你放得越窄越好 對啦 我們首先看一下那個窄 窄那陣 窄那陣呢 其實它的Upper Back是很實正的 對啦 按都按不散的 但如果你試試擦闊少少這隻手 是你發現呢 其實你一擦闊了一隻手呢 他的手肘打開了 那其實肩膠骨呢 是鎖得沒有那麼實正的 除非我真的要拍去 提回去 要夾回肩膠骨 如果不是的話呢 他都很容易散了 那你散了的話 對於可能你再做重一點 可能在做1RM那陣子 他如果上背頂不住的話呢 那其實 腳多大力都沒有用 都是鎖不起來的重量的 第二點就是 他的手肘 他的手肘呢 不可以向後飛起 你試試向後飛起吧 那向後飛起的話呢 那你一鎖那陣子呢 就會按了 頭下去 那其實 會很容易弄傷你的Upper Back 或者你的頸 所以我們保持著 手肘 盡量指向下面 我一指向下面的話呢 你會感覺到實正很多 然後呢 兩雙腳呢 就找回屬於自己 法力最適合的一個 闊度啦 第二就是腳踏在角度 OK 準備好了 然後就是Chess Up 挺胸的 然後吸一口氣 下個肚子 對 然後有一點微微 好像在滾起那個Core OK 然後就趴趴向後 慢慢坐下去 慢慢向後坐下去 對啦 下去最深啦 然後就發力 Up 一硬起 收緊你的屁股 那就為之一下啦 然後呢 我們講一下Bar Path Bar Path呢 怎麼為之好呢 就是在它Squad的時候 我們打側看 它這支Bar應該是垂直下去的 不會是前 這支Bar不會向前動了 或者向後動了 對啦 那你試一下現在慢慢Squad下去吧 吸氣慢落 對啦 很好啊 對啦 我們見到Barger呢 其實它的Bar Path呢 是很直的 那其實它的動作沒有很大的問題 但是 在可能加了重量的時候 那例如 可能它Lower Back不夠力了 或者它Upper Back不夠力了 那呢 最容易發生呢 就是落到最深的時候 一起那一下 那支Bar就向了前 然後Pet Pad 那通常這個情況呢 它Pet Pad都會先起了 然後它的上背呢 就向前中了 那我們稱之為Lean Forward了 那Lean Forward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它的重量呢 會吃光到Lower Back 或者是Upper Back 對啦 你試一下 那它的重量就好像要Dead Lift起的重量 那樣 但是這支Bar呢 的重量是在頸上 那其實這個呢 也都是非常之容易 弄傷你的Lower Back 或者Upper Back 對啦 那現在就講一下深度啦 那深度是怎樣去決定的呢 是不是越深越好呢 那其實不是的 最重要呢 在你下去的時候 你慢慢下去吧 對啦 慢慢下去慢慢下去慢慢下去 OK 那你到最深呢 應該是找到一個Bottom Position 那每個人的Bottom Position都不同的 那你見到Berger呢 是比較深的 OK 那第二點呢 就是你的Bottom Position呢 你的Lower Back一定要直的 那我們 拿一下衣服吧 對啦 你會發現這裏呢 這個Lower Back是直的 它這裏是沒有一些Rounding 那其實是OK的 但是 視乎翻部近都不同的 那如果你 可能下去高一點 試一下Berger 高一點點 你看到這個位已經開始 屁股向下旋轉 那我們說 稱之為就是 有一點Bottom Wing 那我們去到那個位呢 就不要再下了 我們就 噢 引上去 對啦 那至於Bottom Wing 這個是怎樣解決呢 我們可以下次再講 因為呢 都 都沒有多原因的 好的 又是我們啦 那我們講了一點點東西的 那就是 可能有些人膝頭痛 那 也都講一下我們有半瓶和全瓶的 那半瓶呢 其實呢 我們有很多Research都說 是 對於膝頭哥的壓力呢 是大過你全瓶的 那因為你下去 可能下去 這個位置 然後你又Squad起的話 那你的重量 其實是全部吃下去那個 膝關節裡的 但是如果不是 如果我們是整個人 坐下去 然後再起的話 那其實我們 我們 肌肉 我們會有更加肌肉去參與 那對於這個 這個膝關節的壓力呢 其實是沒有那麼高的 那所以我建議大家 是慢慢去 由一個半瓶 慢慢去做一個全瓶 然後 撼掉重年 是稱之為 就是不要刻意去 為了重量 然後犧牲了 那些膝關節的健康 那我們 都追求一個Full Range 沒錯 好多謝啊 Tyler 剛才教了我 這麼多的深蹤技巧 就說了給我們聽 即是怎樣做呢 會比較上是穩陣些 安全些 那很多要點 上面我們都領略得到 但是另外 還想有沒有其他 補充一下 例如是我們做這些 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會不會是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裝備 需要 譬如說一下 好像穿鞋 其實 例如做Squad 其實最重要就是 一對Squad鞋 一對Squad鞋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它就是 一個有提升 即是高一點的腳跟 那個方便之處就是 令到你個人 可以更加直立的 其實 因為如果你穿平底鞋的話 那你很多時候 就是膝頭哥 會去到很前 那你膝頭哥去得很前的時候 其實你的身體 都壓得低一點 其實 那我們穿Squad鞋 我們膝頭哥 其實不用去到那麼前的 就是下去Squad的時候 不用去到那麼前 那我們個人 就可以直立一點 那你出力的時候 就可以依賴少些 上背的力量 那就可以用多些腳力 因為始終腳 是一個大的肌肉 那我們主要 用腳來做一個Squad 也都好過 一定要好過用背 來做一個Squad的 我想問一下先 那如果穿Squad鞋 那是可能 給一些腳沒有那麼 Flexible的人 那就是沒有那麼靈活 那如果好像 你好像說我這樣 就是我蹲下去 沒有問題的 那其實我穿類似 像Rance 或者Like Ksb 這些平底鞋 那可不可以這樣做 又適不適合呢 你說得很好啊 Burger 那其實如果好像你那麼Flexible 就是腳跟這裡 那麼靈活 可以 可以 按到那麼扁 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有些人不是的嘛 他們一落到 一Squad到最深 他的腳跟飛起來了 那麼那些就要需要Squad鞋了 但是如果像Burger 那樣的例子呢 那其實他只要需要一雙平底鞋 一雙的鞋 要很實正的 就是最好就是 好像這些Fans 或者一些 Nike XB 哇賣廣告啊 沒有收錢的 有興趣可以找他 但是 其實我們穿平底鞋 去做Squad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始終就算你不Flexible也好 那我也鼓勵大家去買一雙Squad鞋 始終他的鞋底都是最硬正的 它是給一些可能你玩 Olympic Weightlifting的 都可以穿的 撈下去呢 是空空空的 那麼 那個好處就是 不會有一個Compression在這裡 那麼如果你可能背 再重一點 可能四五平呢 那麼很多鞋其實 可能你穿一雙跑鞋 或者一雙Converse 它都會有少少少壓縮的 那麼壓縮就會令到 你做的動作有不穩定的地方 那不穩定了 那麼有什麼問題 就是會容易受傷 請問一件事 有時見你們都會背上一些Bel 腰帶 其實是不是必須要的呢 因為你剛才教的那個技巧 是說我吸了一口氣 其實我已經保持我的Core 其實我應該更加考驗自己 去鍛鍊多點我的Core 而不戴Bel 為什麼戴Bel 更加提升自己的保護性 會更加好呢 嘩這一點 真的問得非常好 其實Belts 就是對於我們可能 我們玩Power Lifting 或者可能玩Cross Fit 要做很重的人 才會戴Bel 那因為我們始終 我們Lower Back Core 相比起我們腳 不是一個很厲害的肌肉 那很多時候我們要 什麼更加重呢 那我們就需要一個 額外的輔助 就是可能一條Bel 那我們玩Power Lifting 就可能有些更加厚的Bel 但是可能玩Power Lifting 它們就只可以 帶一些薄薄的Bel 那那個用途呢 就是 在你戴完Bel之後 我們再吸一口氣 到肚子上 那你會感覺到 那一口氣呢 在那幅度 是會頂住那條Bel 那有好處就是 令到那一口氣 和你的Lower Back 是有一個對抗在那裡 那我們落到最深 Bond position的時候 那你會感覺到 那裡面呢 是好像一個很實正的一個 球體那樣的樣子 那就是 那就令到你Lower Back 不會那麼容易去Round了 令到你受傷 那所以我們 很多時候我們做最重 或者可能說 90% 我們都會一定會大Bel 去保護自己的健康 以來就是 始終力量發展 或者可能你健身 是一個馬拉松來的 那你不是 貪一時的進步 那我們 永遠都是說 持續去進步 健康這樣進步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我都建議大家 可能 你有膝頭痛 那我都建議你可能 戴回護膝 可能或者 你有Lower Back 痛 我都建議你戴回Bel 那長遠發展 我們都是看 那所以說到今天呢 我們學了那麼多東西之後 其實我們都知道 心針呢 即Squad呢 雖然都是一個 難度很高的動作 但其實呢 這個動作呢 其實一點都不可怕的 那只要你找到 適當的方法 和知道怎樣保護自己的話 其實都可以幫你去健身 做一個很好的提升 還有最重要當然就是 當然是找到一些 專家專人教路 怎樣做 所以今天都很多謝 Tiler去 和我們做這一輯 這樣的教學節目 也都很多謝 科尼人 即是給了機會 我們上來這裡做這件事 那今天就這麼多 好 大家說一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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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完這條影片 聽完專家的教路之後 我們就知道 心針呢 以下一些要點要留意 就是 HIGHBAR SQUAD BAR的擺放位置 壓降鈴的闊度 手肘的角度 動態的軌跡 瓶下去的深度 和BOTTOM POSITION 半針和全針的選擇 和裝備的選擇 也終於明白到 為什麼有某一些人 會說心針連腳 是有害生命的 原來是因為 他根本就不懂 一個健身動作當中 是有這麼多的重點 要留意和關注的 同時間 也帶出了一個 很關鍵的訊息 給大家知道 健身是吃腦 多於是吃力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正確的做法 你是永遠都不會成功 告訴你 今集的專業發電機 就到此為止 下次見 看完喜歡不喜歡 記得幫手 like share follow 和subscribe我們 KOFGYM 拜拜